近日,网传山东围坊渝和镇某书记因会议后为观摄像头不雅视频流出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注意到 该不雅视频的拍摄角度并非视频会议镜头角度 因为监控视频翻拍 10月6日,记者从山东围坊望流接班过期 两名涉事人员系统干部已停职处理并交纪委调查 根据网传信息显示 有网友称,山东围坊某镇一名书记于视频会议结束后 忘记关闭摄像头,流出不雅视频,女方为某妇女主任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注意到 视频拍摄角度疑似并非视频会议角度 因为监控视频翻拍 视频中有多人在评论此事 另外,视频部分画面的左上角显示 为望流接盗办 10月6日,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山东围坊望流接班 工作人员表示,接班已核实相关情况 并对两名当事人做了停职处理 他们现在在接受纪委调查 关于两人职务,该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是村干部,但具体职务信息会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